作為當時候這個黨部的主管 督導的這個主管 那在我的下屬部門發生這樣子 人工遭到這個廠商的性騷擾事件 那我們未能在第一時間 承接住當事人 那提供他必要的協助 造成他這個獨自承受這些壓力跟傷害 那我想我們應該共同表達我們的歉意 簡略還原一下當時候的狀況 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個婦女部的當時候的主任 許家田主任有簡略向我報告 不過因為這是一個性貧事件 那基於這個當事人的這個保護當事人的隱私 所以我這邊只有收到簡略的一些報告 但是我們確實忽略了 這個當事人決定不走申訴的這個管道 背後可能有種種各種的原因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當初忽略的 所以我認為有疏忽 我們就應該誠懇的檢討跟致歉